好 大陸近期也因為杜蘇瑞颱風 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災情 我們來看到光是7月的自然災害 他們的經濟損失已經達到了 411億人民幣 大約是170億台幣 而且也造成了1601.8萬人死的受災 以及147人失蹤與死亡 那麼其實在河北這個地方 也引發了民怨 為什麼會如此呢 主要就是河北的委書記有說到 為了要減輕北京的壓力 所以要讓河北做好護城河 沒想到其實央視還報導說到 是因為暴雨才會導致 這次在河北的災情會這麼嚴重 但是這也讓民眾炮轟 根本就是造假 因為河北民眾就說到了 根本就不是暴雨 而是上面下令說要洩洪 另外在河南也引發了爭議 因為在兩年前也有因為暴雨的治災 有撥了將近百億的人民幣 當作重建款 沒有想到最後被媒體披露說 根本就沒有給百姓 也引發了民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在河北的內容 並且在河南也有消失 連結石被媒體披露說 感谢观看